价值1兆8千亿的国家银行 竟被以40亿的价格 卖给了美国的基金公司 这令人瞠目结舌的国资流失案 竟是发生在韩国的真实事件 事情从一起离奇的车祸开始 正在约会的一对情侣 被一辆飞驰的大卡车撞下山崖 男人当场毕命 可三天后 女人也被发现在河边烧炭自杀 死者妹妹提供了一条线索 在临死前 她姐姐发送了一条短信 按照她的打字习惯 妹妹判断这条短信不是姐姐发的 而且在事发前 姐姐曾被检察院调查过 后来姐姐就出事了 检察官老白非常震惊 难道死者和检察院的某起案件有关系 她找到负责案件的搜查科 想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结果让她大吃一惊 死去的这对情侣 男的是金融管理局的高管 女的是大韩银行的会计 事发前 女人曾给金管群发了一份传证 接受人正视她男友 传证内容是关于大韩银行的财务报表造假 而价值一兆八千亿的大韩银行 正是因为假财报才会被低价出售 传证刚发出去不久 这两人就离奇死亡 而苏查克刚刚掌握了一点线索 就被勒令停止调查 老白心里很清楚 背费洋洋的银行出售案 背后肯定隐藏着巨大阴谋 死去的两人是关键证人 所以才会被杀人灭扣 而被停止调查的原因 是因为某位政府高官不断向检察院施压 国有资产被贱卖 两个关键证人离奇死亡 背后肯定有着黑暗的权钱交易 检察总长下令 不顾任何阻力 对该起案件展开全面调查 这是一张复杂的关系网 揭露了金管局和银行的人员架构 金管局对银行有着深杀大权 对大韩银行的收购 睁一眼闭一眼 两个关键证人死后不久 金管局内部就发生了一次人事变动 到底是谁在背后推动这一切 老白清楚一点 这人能量很大 问题一定出在金管局 他想调查金管局局长 但金管局长口碑很好 根本没有犯罪动机 他只能耍阴招 对局长进行非法监听 结果还真发现了一条线索 同话中提到了一家媒体 对基金公司有过相关报道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节目被禁播 这家媒体是国营 没有正式公文还没办法调查 老白似乎在和一种未知的强大力量做对抗 但这时 一位美女律师将被禁播的节目交给了老白 说来也巧 这位美女律师是收购大韩银行的基金公司聘请的律师 她本来是要推动收购进程的快速进行 但她却发现这起银行收购案 引起国内的剧烈震动 民众上街抗议 反对外资收购国有银行 而出售大韩银行的幕后推手 是韩国前任总理朴仁勇 老朴退休后 担任了大韩银行的经济顾问 自从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 韩国国内经济一贪烂宁 她认为只有吸引外资进行重组 才能彻底拯救韩国经济 律师想知道这家媒体到底说了什么 才会让高层们如此焦虑 所以她才通过老朴拿到了被禁播的节目 被禁播的节目 其实是模拟收购银行是否合法 从任何角度看 基金公司都不能收购银行 除非银行出现财务危机 资产贬值 这样就能说得通 为何会出现财报造假 可如何坐实造假证据呢 就在老白一筹莫展之时 一条爆炸性新闻 打断了他的思路 主张调查的检查总长 被以受贿罪停职 老白震惊了 对手的反应如此之大 证明他们越来越接近真相 收购银行的基金公司 注册在维京群岛 可前去调查之后才发现 这里就几张办公桌和一个员工 这不就是明显的皮包公司 而收购银行的交割费用更是奇怪 有零有整 老白发现 按照当时的汇率换算成韩元 就全部变成了整数 这就代表这些钱从韩国汇出 变成美金之后又打回了银行 这背后 肯定隐藏着一张巨大网络 继续深挖其背后的投资人 果然全是韩国人 顺着线索 老白找到了荒郊野外的一间别墅 就有了新的发现 住在这里的居然是金管局局长 这个看似梁袖清风的局长 实际上金屋藏郊 就在老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后 一辆神秘的大卡车独住去路 并对他们痛下杀爽 好在金管局长及时跳车 只有同事身负重账 老白的这次行动 似乎触及了幕后者的敏感神经 这时 一通神秘来电 让老白陷入了无尽的思绪 桌上摆着价值780万的洋酒 给老白打电话的是韩国著名的律师 他告诉了老白一句话 只要他能停止调查 就可以来他的律所工作 年薪5000万 背后的能量之大 让老白始料未及 说实话 他犹豫了 那瓶洋酒 他一辈子都买不起 5000万的薪水 他做检察官什么时候才能挣到 可当初是因为父亲被人冤枉 他才选择做检察官 维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如果这时退缩 这个国家就没有任何希望 他开始进行更细致的调查 这些投资人显然都是挂名 有些住在乡下 精神都有些不太正常 还有些人干脆还在服刑 怎么可能是投资人 经过大量细致的摸索排查 老白终于理清了关系 这些挂名人 都或多或少的和政府高层沾亲戴故 尤其是金管局长住的别墅 屋主就是前任总理朴仁勇的夫人 现在可以认定 收购银行的基金公司 披着外资的外衣 实际投资人是包括老朴在内的一众大佬 拿到证据后 检察院立刻行动 此时的老朴还在家中召开会议 银行的收购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现在就等着政府的决定 检察院突然杀出 将老朴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 可还没进入审讯阶段 就又出了差错 顶头上次要亲自审问老朴 可实际呢 根本就没有进行 办公室中 又开始了另一场权力的游戏 如果这只能把案子压下去 原检察部长就能升官到总长 老白怎么也想不到 对这个国家鞠躬尽瘁 却成了掌权人的玩物 金融委员会如期召开 知道全部真相的律师 能否阻止银行的收购 就在会议进行的时候 他收到了父亲的信息 原来他父亲和前总理是顾交 收购银行 他家里也有一份 如果通过 就能得到巨额的回报 他犹豫了很久 是牺牲无数国民的利益 还是选择中保私囊 与前总理同流合污 最后他选择了后者 这起银行收购案 最后通过了政府裁定 朴总理通过一系列运作 成立皮包基金公司 向检察院施压 买通金管会 最后将一家国有银行 落入自己手中 还以政府拖延出售为由 申请了1300亿的赔偿 这是发生在韩国的真实事件 揭露了时尚最丑陋的金融弊案 至今没有一人因此案被捕 韩国电影总是能直面 社会的现实与黑暗 人在权力面前显得是多么无助 老白是片中少有的政治检察官 为了找到真相 他受到巨大阻力 甚至险些被腐化 当已被证实的犯罪现实 被公知于众时 案件依然能被无穷的权力压下去 他看着自己的检察官证件 也许这个事件压根就不存在正义 帮助机 感谢观看